张大谦先生的赏识与教导 被誉为台湾京剧界最年轻的国宝 郭小庄成立雅音小籍 结合传统京剧和现代剧场的创新演出 开创了台湾京剧新剧园 他在一个不可能的环境中 为台湾京剧改革与创新找到最大可能 郭小庄在京剧艺术上卓越杰出的表现 使他成为第一位由教育部保送 进入文化大学就读的京剧演员 更获得美国亚洲基金会奖学金 前往美国伯克莱大学 及中立雅音乐学院进修研究 他历任中国文化大学 中央大学 世新大学 台湾艺术大学讲师 曾荣获文艺奖章戏曲表演奖 第九届十大杰出女青年 教育部社会教育奖章 亚洲最杰出艺人奖 国家文艺奖特别贡献奖 行政院新闻局国际传播奖章 杰出表演民族艺术类奖等多项殊荣 并名列中华民国现代名人物 中国电影电视名人物 中华民国世界年建名人片 郭小庄在京剧艺术上 情学的故事 也被编为台湾国小五年级 道德课本中之教材 高中中国文化史的课本中 也以郭小庄作为戏剧领域中 改革台湾京剧的代表 与绘画中的张大千 徐飞鸿 表演艺术中的梅兰芳等大师并列 这位曾经独自撑起创新大旗 让京剧艺术成为时尚风潮 红遍海面外的京剧大师 从初始的石破今天 到今天的理所当然 这是郭小庄个人奋斗成长的过程 也是汗水、泪水、热情 累积成台湾京剧蜕变的一段历史 而这段历史也让无数人认为 它才是上帝手中 最精雕细琢的艺术品 值得记忆 更值得细细品味、欣赏 回想当年 碧落难旅、披荆斩棘 郭小庄始终无怨无悔 再累再辛苦 他都深觉值得 如今理想已然实现 新局面已然开创 郭小庄走下绚丽的舞台 走入人群 他正在展开另一个美丽人生 我们欢迎郭小庄老师 各位牧者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各位亲爱的贵宾们 大家早安 平安 刚刚各位看过对我的介绍 在圣经里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辈的赏赐 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重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所以我要把我所得到的一切的殊荣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感谢神让我展开了另一个美好的人生 这美好的人生就是神带领着我归回基督的家 预备教会教导我 装备我建造我 也谢谢主耶稣赐下一本宝贵的圣经 这圣经能使我因信基督耶稣 有得救的智慧 今年是我信主进入第十三年 谢谢我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爱我 教导我 帮助我 使我能够重生 使我能够复活 使我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每一天与主在爱中相遇 人生有主的带领是可以这么美好 生命可以更新改变 使我得丰盛 喜乐 平安 也知道自己生命的源头 也知道自己是一个这么蒙福的人 原来我的一生是在上帝的手中 在诗篇第九篇第一节 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 我要传扬他一切奇妙的作为 圣经里说顺福蒙福 孝顺得福 是那么真实的显明在我的生命当中 从小我生长在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 父母非常爱我们 但是管教得非常严格 在我七岁半的那一年 有一天我的父亲手上拿着一张 他身穿金剧戏服的照片 他告诉我说 他是热爱金剧的戏迷 在大陆上所有的鸣角他都看过 现在金剧戏剧学校正在招收学生 他问我愿不愿意去试试看 当时我就毫不考虑 我说好啊 因为我爱我的父亲 我就顺服 顺服就蒙福 我进到剧校 哇 你们知道吗 才晓得 学习金剧好苦啊 我们的生活十分规律 训练十分严格 每天早上五点就要起床 一直到晚上十点就起 七年如一日 一年只有三节才可以回家 端午中秋过年 其他的时间我们连一部大门都不能出 同时没有一天不在鞭策之下学习成长 可是每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感谢我的老师打得恰到好处 使我至今没有一道疤痕 你们可以验搜一下 但是却奠定了我日后在舞台上 扎实的根基和坚定的毅力 我想在这里先请各位看一下当年我是如何接受训练的过程 我是在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影片是当年这个可以说是他们民事为我拍送 这个是拿顶 大家看一下拿顶就是倒立 那就训练我们的腰 京剧演员的腰非常重要 要有力量 这个是下腰 也是训练腰 这个就是我踩的小脚 三寸金莲 这个是扎这个靠旗 你们知道这个靠旗有七八公斤重 然后用四根麻绳绑在这里 然后可以说是一绑 你根本气势传不过来 那为什么我要在这扎靠旗在日证当中 因为我是一个不被看好的一个演员 所以我的父亲叫我练丝工 所以我在日证当中 人家五岁我在练丝工 那这个是我们在训练我们的腿工 腿呢就是步伐 步伐要很小步 这个是踩小脚 三寸金莲 那我想在这里也述说一下 这三寸金莲你们知道怎么训练我们吗 是在一条长板凳上面 上面立两块砖 那这个砖跟那个三寸金莲大小 刚刚好 我们就要站在那个砖上面 然后老师拿一根棍子 就在看你的脚 有没有伸直 不可以这样子 要伸直 然后又拿一根筷子 再训练你的眼神上下左右 左右转 因为金具演员的眼神非常重要 可以说是大家刚刚看过 我们所有的训练拿点下腰 或是我说踩小脚 我们都是从一分钟到两分钟 三分钟 你们知道最后是一个小时 你们知道这一个小时怎么过去 能撑得住呢 就是一根鞭子 还有我们的泪水 还有我们的鼻水 还有我们的汗水 就是在这样之下才能支撑我们 从小在舞台上那个杂实的根基 你日后才能在舞台上你的肢体是那么柔美 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成为基督徒 现在我认识了神 我才知道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荣美的计划 所以他赐给我们的恩赐 恩典都是不一样 在我们这一生 他安排了各样的人事物 来帮助我们 教导我们 塑造我们 培植我们 为的就是一个目的 就是要我们预备去完成他所要完成的旨意 刚刚各位看到我得到那么多的殊荣 其实我是一直不被看好的一个演员 记得我第一次当宫女 你们知道我才九岁 我请大师姐花一个小时为我化妆 哇 化完了我照照镜子 我觉得我自己好美 好像一个仙女 结果我站到这个台上呢 这个地方要stand by 等候上台 结果女主角来了 一看到我 他并没有去叫队长 他把那个队长 对 他把队长找来 这个宫女这么丑 又这么胖 怎么能当我的宫女 换脚要换脚 你们知道吗 当时我真的现在回想 我真的很感谢我这位师姐 其实我那时候泪水就在眼中含着 而且我也觉得奇怪 我才那么小 我怎么知道 我就要立志哦 我就说我一定要从丑小压 变天鹅 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八节 神说我是习在今在以后 永在全能者的神 我感谢这位神 我们这位真神活神 他不只是在圣经上面的神 简选一些人去完成 大家觉得不可能的事 但是有神成就就完成了 而在这个世代 我们的救赎主仍然是活着 他仍然要完成他所要完成的工作 我是何等的蒙福 神他要为金句行大事 在我七岁半 他就拣选我这样一个不被大家所看好的演员 他就是要从我的身上彰显他的能力和他的作为 在诗篇第二篇第八节 你因敌人的缘故 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 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不言 回想我在金句界将近四十年 真的是好辛苦啊 很多人问我郭小庄 在那个时候 你为了金句没有童年 没有少女的梦 没有结婚成家 难道你不后悔吗 我说不会呀 我嫁给金句了 其实那个时候我也不认识神 现在我才知道 这一切都是神的美意 而且神也让我经历到将近在这四十年 就像让我经历到在真言十七章第三节 定为炼银如为炼金 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 在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七十一节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 为要我学习你的律力 现在我才知道 这一切都是神的心意 他就是让我从小 要接受他的训练 让我在这个环境 可以说是长大 也让我在这个环境磨练我 训练我 也让我在这个环境可以看见 看见什么 看见金句在那个年代被欺压 可以说是被一些传统的 一些有权势的人 他们认为金句不能改革 但是神那个时候我不懂 他就是放在把我放在那里 让我看见 听见听见什么 听见这些 可以说是金句界的老师 或是一些所有的鸣角 没有人敢去反对 为什么金句不能改 没有人说 但是呢我那个时候也不懂 我就是默默默默在那里学习 现在我成为基督徒 我才知道这是神 他就是让我在这个环境长大 知道看到一切 日后我才能去完成 他所要完成的托付 可是我要告诉各位 神并没有让我孤单的走过 他为我兴起了许许多多的人 老师大师 许许多多的长辈朋友们 尤其他给我一位最爱我的父亲 其实我的母亲 全家人都爱我 我的弟弟妹妹或是父母 总是给我最好的环境 来培植我 尤其是我的父亲 在我这一生 他总在关键的时刻 给我最正确的指引 比如我刚刚讲 人家嫌我当宫女 丑 我说不要学了 我的父亲就安慰我 你要把泪水换为汗水 我想呢 大家也看到 刚刚我在苦练的那个过程 那我记得我练了很久 那个时候我的父亲 就为我定制了刀枪靶子 在我九岁的时候 因为我告诉父亲 你们知道在聚校怕我们打架 从小 这个刀枪靶子都要锁起来的 当你要练的时候才拿出来 可是那个时候 我的父亲就为我定制了刀枪靶子 那我告诉各位 我们那么辛苦 只有一个钟头睡午觉 所以为了爱父亲 我就顺服 可是我练功的时候 真的是为我父亲而练 我就每天望着大门 哇练了几天 我的爸爸怎么没有来呀 好失望 算了不练吧 因为他都没来 我那天就不练去睡午觉 我的父亲那天就来了 我的父亲很失望 说女儿 你为什么没有练 我说爸爸我练了几天 你都没有来 他说女儿要记得 不是为爸爸而练 你要为自己而练 可以说是父亲这一句话 使我这一生游记在心 我人生上半场是为了练经句 没有停过司工 成为基督徒 我才知道我们也要练司工 我们要背诵神的话语 我也是每一天下功夫又背圣经 我想我们的神呢 让我们从小就是训练我们的时候 也就让我真的先回想 谢谢神给我这个这么美好的一个生命 可以说是个性的特质 让我成为一个 我永远都是顺服 父亲说什么 我就是好 老师说什么 我也说好 牧师说什么 我也说好 真的很感谢神 所以我因为顺服我的父亲 我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到大鹏剧团 进入剧团 我们的神就为我预备了戏剧大师来教导我 因为早期我们京剧的训练 就是在肢体方面 技术方面 跟头翻得好 亮个像 崩 可是呢 最重要 京剧演员内在的教导 所以中国 这个中国我们这个戏剧大师 他就是中国文学大师 所以他从中国诗词文学 还有戏剧的理念 一个字一个字的教我读 使我对京剧的艺术 更深入的了解 这一教就是十年 也因着他的教导 在这几年的过程 第一出戏为我编写了 《王魁富贵英》 所以使我在京剧界 有一个很大的翻转 原本大家说 郭小庄哭都像笑的演员 是一个不可造的 这个演员 但是 这位于教授 请了很多的老师来教导我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因为演出这一齐戏 那一下子翻转 电影公司 电视台全部邀约 我真的蒙福 都是 可以说是演女主角 而且呢 那个时候 一拍 就是二十几部戏 我每一天最忙三部戏 我才发现当明星 好轻松 你们知道吗 我一天三部戏 我不觉得累 没有到我的时候 我就坐在休息室 可是我的父亲 知道我拍戏 女儿练司工 带着剧本去 反正没有我 我又在那边练台步 因为休息室也不会很大 就在那边背诵 这个剧本 那然后我就告诉我父亲说了 金句你们晓得 台下十年工 台上才一分钟 所以我觉得 我不要演金句 我就告诉我父亲 我要当明星 我说爸爸 明星钱赚得多 我又不累 我一年的 一部戏 就可以赚我一年的酬劳 那我的父亲在这个时候 关键时刻 给我最正确的指引 他说女儿 明星固然好 他是需要一个 配合他的年龄 你什么年龄 就演什么角色 但是金句的艺术价值呢 就是我十五六岁 我可以演红娘 我今天进入到六十几岁 我仍然可以在舞台上 扮演那个红娘 这个就是金句的艺术的价值 所以听我父亲的话 我就留在那个金句工作岗位上 那个时候开始就很忙碌 世界各地 我二十二岁就开始 就是世界巡回演出 到美国一来就三个月 连着两年 一共六个月 所以呢 在那个时候 又要世界各地演出 又要演公演 又要拍戏 那我的父亲总是一句话 不要忘记私工 我说好 爸爸记得了 在我二十五岁那一天 我记得我的父亲有一天了 他很兴奋的拿着一张公文 女儿你知道吗 这是父亲为你奔跑纪念 终于为你争取到 第一位台湾以优异的成绩 进入到文化大学的 就读的金句演员 那个时候 我看到我父亲的喜悦 其实我心里一点都不喜悦 我不愿意去读 为什么 我忙到睡觉的时间没有 我只睡三个小时 但是看到我父亲的喜悦 我的内心不忍心说不要 我就顺服 顺服就蒙服 我进入到文大 是我接触到 社会第一道窗口 我才能接触到 那么多的年轻人 像有些 像我想在这里 可能不知道 有些张成光 都是很有名的 现在是很有名 他就看到郭小庄来读他们这一班 他可以说是呢 在那个时候 大家不相信我是一个明星 为什么 因为我永远坐在第一排 不迟到不早退 所以他们给我的功课 很多的指点 那当然他们对我这么好 我就说 我要演出了 公演我请你们去看 他们说我不要看金句 我们要看电影 我说 为什么这么直接 为什么你们不看金句 你们的金句啊 不好看 我说为什么不好看 你们过于表演化 为什么你们一哭 就哭起来了 然后一昏倒 好像那个人都知道 你stand by 先搬好椅子 你还没昏倒 站在那里等你昏倒 为什么 这因为以前我们演出 就是可以说是那个舞台 都是就是像现在 没有异幕电动 所以他们都知道 所以他就说 你们这些过程 使我们可以说是年轻人 现在我们可以说是在那个时候 娱乐的冲击 台湾已经进步了 有很多的娱乐的冲击 可是当我听到他们这些话 我那个时候才有感动 因为以往我听到于教授说 金句的危机 没有年轻的观众 可是那个时候 我没有那么深刻的感动 可是在那个时候 当他们说的时候 也就是我已经学习金句 可以说是于教授教导 我将近十年 从金句从不知道 有之到热爱到责任 也就在那个时候 我念大二 戏剧大十 因着心肌梗塞 不到三个多小时 就突然的去世 在计程车上面 大家想想看 心肌梗塞就在计程车上 所以我也突然的长大了 我好像觉得金句 我有一个责任 我就在那个时候 毅然放弃我高收入的 影视剧的这个收入 也辞去了我在剧团的工作 用两年的时间 就在想金句 我到底要如何的开创 而就在这个时候 国画大师张大千张伯伯 回到台湾定居 那他因为热爱金句 常常邀请我们 到他家里面去 也教导我们 可以说是艺术家的风范 而且他一直鼓励我 成为现代的一个艺术家 他教导我生活的一个风范 让我也知道 树立台湾金句的 一个演员的树立一个形象 不要去轻唱 不要去到处演出 像以往你们知道 要去拜码头 他告诉我 演员是人家牵着你的走 艺术家你是要 有自己的风格 你要不断的推陈出新 就在那个时候 他为亚因小吉命名 现在我成为基督徒 我才知道这一切 就是神的心意 为什么 我们的神 他是全知全能的神 我刚刚说过 他知道就像他 他拣选了以斯帖 他知道未来 以色列的一个命运 他把以斯帖 从小训练 一步一步的 带他到关键的 一个位置上 关键的时刻 他为 可以说是为以色列 说关键的时刻的话 所以呢 可以说是 那个时候 以色列就是保存 那我们也看到圣经 神呢 也拣选了像基电 一个软弱的人 我想想其实我就是那个软弱的人 而且神能把他成为一个 大能的勇士 我想在圣经里面 我们也看到了 神本来原本要三万个人 不要就是 三百个人 就去攻打 米店 我就在想 你们知道我创办亚因 神他给我智慧 给我成 给我这个来策略 为的就是要我 在这个世代 要把旧有的娱乐 转为新兴的 精致的当代的艺术 同时呢 神呢 在那个时候给我很多的智慧 首先我编写新的剧本 进入新的剧场 首先把西方的 这个设计大师都邀请来 参加我们的制作团 我又把国乐团60个人 团长也邀约我们这个团体 这个亚因小吉 那最重要是我到各大专学校去演讲 告诉他们精具是如何的 可以说是和以往 你们所看到的是不一样 所以我今天成为基督徒 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 我想在这里 我也要请大家稍微看一下 因为今天我声音很快很快 因为我知道 我一直在看着表10点20 我必须要把这个场地要让出来 但是没关系 我想神有神的美意 所以我现在请各位也欣赏下面 你们要看到的 好 对我再补充一下 在这经聚将近可以说是40年 神也让我经历到 在诗篇30篇第一节 耶和华我要遵从你 因为你曾提拔我 不叫仇敌向我花药 在希伯来书第10章3536 所以你们不可丢弃这勇敢的心 存这样的心 必得大赏赐 你们必须要忍耐 使你们行完神的旨意 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 我真的感恩 因为成为基督徒 每天读圣经 一读就是七八个小时 所以我觉得神让我灵魂苏醒 也让我知道 他在这个世代 是如何让我要完成他 每一个阶段的一个旨意 现在请各位先欣赏一下 归月琴 谢谢 我想最重要 请大家看一下这个画面 还有音乐背景 我演出这一出戏 46岁了 大家看看我的腰呢 仍然要那么细 要等一下跟那些姊妹出来 才12岁 我要跟他们的腰是一样戏 你们就知道 京剧演员的辛苦 每天处于减肥状态 可是我在演出的时候 一个晚上我要喝18瓶鸡精 那一天要吃五块牛排 我才能把一出戏 每天 因为我一个戏都要演七八天 所以你们看 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小蜜蜂 就是前面有几只 两三只小 这个麦克风上面 大家看我们的步伐 这些步伐身段的优美 都是从你基本功 可以说是有杂实的 你才能呈现这个肢体的美 在奇事说 我应该不见 杂青了 我应该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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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 我们的蓝色 我应该不见 只有尽 advance 在其他人 在以往我们台湾所编写的电影也好 金剧也好 都是西施是一个美丽的女间谍 但是去到吴国三年没有怀孕 而这支戏我是看到大陆的剧本 西施怀孕了 哇我就觉得这个戏太有人性了 这是真实性的 本来就是戏剧是反映人生嘛 那我就觉得这个戏很有挑战性 所以我就用了大陆这个本子 请她稍微为我修编了一下 那今天可以说是西施要去吴国 不是要范里要来接她 成为新嫁娘 天子不早 你再回去左心准备 女儿 您就让我再和姐妹们 不是越好 她原本以为她的未婚夫来接她 她是要迎娶她 没想到是要把她送到吴国 所以你们看她的眼神 心里的过程 而不是一下子就昏倒了 她乃是语言了 终于上令 大家听这个背景音乐 以前金剧没有这些背景音乐 這個可以說是比較單調的在音樂最上 為了國情他終於還是去了 但是當他去了吳國三年 這個時候是越國已經把吳國擊敗了 要把他迎回去 他本來很開心但是他提醒他 你來了一個不該來的孩子 他當時就一下子想到了 從喜樂一下子想 我該怎麼辦呢 我該怎麼處置這個孩子呢 就用水秀代表他的心聲 我該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然後心裡越來越快就用水秀攻 代表他的心裡的煩亂 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最後決定把孩子住死 哇太痛了 想一想還是要把孩子制死 所以這一跳他想要摔跤 沒想到這一跳之前 我們說這叫屁股做支持要有功力的 就是代表摔倒 所以當這個范琳呢 迎接他回去知道他懷孕 讓他不要生這個孩子 他母親 所以大家看看在今劇以往沒有真正大肚子 有懷孕 但是絕對不可能開個孕婦裝做成這個樣子 但是我覺得這句是視覺很重要 如果沒有這個肚子啊 大家最稀釋的那個活情愛情 親情的痛不會那麼深刻 所以我想最重要 今天的戲劇已經進入到視覺 因為整個的劇場都有啊 你們知道這個肚子怎麼裝的 我告訴各位 我裡面裝了一個枕頭 大家也知道如果枕頭 裝不好也到一半掉下來了 就畫舌天主 其實這個就是需要功力啊 我想這個就是 你一定要有扎實的功力啊 才可能 我想小娜我們就播到這裡好不好 我想只是讓大家看一下視覺啊 這齣戲其實我演完才46歲 正是雅音可以說是在那時候15年 仍然是一票難求 而且我們到世界各地 可以說是在紐約中心 在奧斯卡頒獎的音樂中心洛杉磯 還有歐洲世界各地演出 我突然間就有一個感動 我就覺得看到父母好像為了我 花了那麼多的時間 我覺得他們突然間老了 我要去陪伴他們 現在也才知道孝順就得福 而在那個時候我也看見 最重要神讓我看見 就是神已經成就了金句 在那個年代因為雅音小集開創一片 美好自由的原地是自由 創作你們怎麼樣子創作都可以 相繼之下後面也有接棒的人 所以神呢就讓我有個感動 我就因為退休了 我就陪父母到教會 告訴各位我絕智十年在那個時候 我因為驕傲 因為用那個時候太忙 一忙眼睛就看不見了 所以呢神攔阻驕傲的人 我母親怎麼父母都是基督徒 但是我就覺得很好 可是我覺得神他有他的時間 在2005年3月4號 因著我的母親做健康檢查 不到三個多小時就心肌梗塞 就這麼快突然的離開了我 對我來說 我完全不能承受這個生命的痛 因為我太需要他們 我和父母的感情非常深厚 非常緊密 他們照顧我 我什麼都搞不懂的人 因為我那時候就覺得母親一走 我的支柱一下子一個沒有了 再加上我看到我父親已經進入到 可以說是八十幾歲了 我在想我怎麼辦 我每天就是哭 每天以淚洗滅活在恐懼裡面 我才發現在以往大家稱我為女強人 我是母親心目中的女超人 告訴各位都是假的 我每天就是以淚洗滅活在恐懼裡面 因為我家中供奉了二十幾尊觀世音 因為我從小我就是拜拜 金劇界大概都是拜拜 可是那個時候最高的跟比我人高 最重的三百公斤 家裡供奉 我以為是古董 我到處買 買了就供奉在那裡 所以那個時候母親走 我不敢看 每天低著頭 最後我的父親看到我 奄奄一洗 他說好好好 女兒我們到美國 可以說是換一下環境 到了美國見到我母親的 可以說是受洗的牧師 第一句話問我 你的偶像除掉了沒有 我說沒有 但是現在願意馬上除掉 他就說好 那在那個時候 他也就在2006年7月23號為我受的洗 而在受洗的當天很奇怪 我和牧者寇牧師 在我30歲的時候 他念大學 我因為一個聚會 邀請他來參加 就是在那個時候之後 我們就很少見面 我忙我的 他也忙他的 可是後來我知道 他成為牧者 很奇怪 那個時候以前 我在馬路上看到他 我都躲著跑 為什麼我怕他為我傳福音 可是那天好奇怪 我就想得到他的祝福 所以我間接找到他的電話 然後呢他就說 打給他說 小莊 我告訴你 神是垂庭禱告 我為你禱告20年 哇 當時我的淚水就一直掉下來 我是何等的蒙夫 所以在那個時候 牧師給我一本聖經 又告訴我說 小莊成為基督徒 你一定要每天讀聖經 在美國那時候就送我了一本 我就順服的人 那我就每天坐在那裡 這麼厚一本 我就慢慢翻翻翻 神奇妙的手 他一直知道我要找的是什麼 我要知道母親在哪裡 他就叫我的手 一翻就翻閱到 《啟示录》第七 七章十六十七節 那在那個時候我就感動 把這兩節經文 為什麼 因為我得到安慰 我知道母親在哪裡 我就可以說是 把這兩節經文呢 也譜成了新曲 在那個時候我獻給上帝 在今天呢 我想現在也獻給我們 在座的每一位 在座的旁邊 他們不再醜 他們不再遇到 他們不再閃遍 也必不伤害他 因为宝座中的羔羊 宝座中的羔羊 擦去踏漫 一切的夜 一切的夜 很感谢神 他让我终于知道 母亲卸下了劳苦重担 回到天家 上帝擦去我母亲的眼泪 也擦去我的眼泪 我感谢神 就在那个时候 神就开始 就用这两节经文 就让我到各个教会 去安慰许许多多的人 像我一样 人生下半场 失去了母亲 而在那个时候 神也为我兴起了 许许多多的 好的牧者 许许多多的 敬虔的弟兄姊妹 他们告诉我说 小庄成为基督徒 你一定要 每一天读圣经 要祷告 要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 我感谢神 因为可以说是 那个时候我也退休了 而且我很感谢我的父亲 总是给我最好的环境 让我就专心读圣经 我那个时候 可以说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每一天读 七八个小时圣经 越读圣经 你越认识神 你这生命越感恩 知道我们的神 祂今天 让我知道 我生命的源头 祂造我 为的是什么 祂也让我知道 我从哪里来 我要往哪里去 我越读圣经 我越渴慕神 我越敬畏神 我终于也找到我的答案 生命的答案 原本我是一个 不被大家看好的人 而神 祂如何在我的身上 来完成 帮助我去完成 祂要完成的旨意 每一天读圣经 神透过圣经 可以说是 与主在爱中相遇 祂向我心说话 就像在以福所书 第四章 二十一至二十四 如果你们听过我的道 领了我的教 学了我的真理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 行为上的旧人 这旧人 因私欲迷惑 渐渐变坏 又要将你们 心智改换一新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 神的形象造的 我感谢神 祂为我在这几年 为我脱去了旧人 为我穿上了新人 也让我的心智 因着祂的爱和教导帮助 完全地改变 就像 哥林多前书 第九章二十三节 十章三十一节 凡我所行的 都是为了这福音的缘故 为了要与人 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所以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是为了荣耀神 我想我今天 因为下面很多经文 我就不念了 我就不再读出来 神在我的心 我总而言之 今天我想再做的 我想大家在这里 亲身可以说是 可以说是看到 我在这里做的生命的见证 就是我们这位救赎主 祂真的是活着 因着我回到祂的家 使我的生命 有很大的翻转 我的生命告诉各位 想想看 你当了明星 这么久 转了 可以说是到哪里 人家都是尊称你 你很骄傲 可是我觉得在神的国度里面 当我成为基督徒 每天读圣经 我才知道 基督徒的生命是要操练 我每天对着镜子操练 因为我爱神 因为我也知道 我现在离了神 我什么都不能做 因为我的父母都离开 我的神是会永远 不离弃我的 所以我紧紧的 奋力抓住他 所以我就每天 背圣经 更重要 我要行出神的好行为 叫人一直看到我们 可以荣耀我们的神 所以我每天对着镜子 开始 我以前不爱笑 每天因为爱神 他也像我爱我 你跟一个你爱的人 你自然就会笑 因为读到圣经 每句话就让你笑 然后自己呢 也就会谦卑 以往你们知道 在金剧界 你们知道我们是分秒必争 不能出错 不像拍电影 你演电视剧 OK 你可以NG 不对 再来一次 都是来到最好那一次 金剧的意思是 马上就要呈现 你不能出错 一年万一你在台上 一紧张忘词怎么办 那全部完了 一个演员演不好 哇我的压力很大 个性急躁 常常会摔东西 可是认识神之后 告诉你们 我们的生命 因为神有教导 回答柔和 使怒消退 言语暴力 触动怒气 说话浮躁 如刀自人 智慧人的舌头 却为依人的良样 哇我才知道 说话这么重要 难怪我以前 我的弟弟 他们看到这个姐姐就怕 为什么 为了雅英的工作 我可以从台北 一直骂骂到新竹 所以我才知道 我们基督徒 真的是有神的教导 那我就觉得 更感谢神 我想现在神 更让我知道 他造就我 让我现在在所在的位置上 我以每一年 跟我的小纳 因为今天我本来想 神赐给我双脚 这个很多经历到神 我想今天的时间 到十点二十 已经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都不能说 我只要说的最重要 就是神 他让我在他的国度里面 使我灵魂苏醒 使我知道我的生命是 为了神要广传福音 要把他的福杯满意 也要传递出去 就像我和我的同工李小纳 李姊妹 请你可以出来一下吗 小纳你现在没有在工作 他一直跟我 也可以说神预备 这位同工 我为他热烈的鼓掌一下 好不好 我们两个人可以说是 真的我觉得是神给我的感动 一直在世界各地 到处为神做见证 今年其实我本来是去欧洲的 但是临时那个牧师 他祷告 还有点事 那我其实我住在 我也在温哥华住 我在那里就有一种感动 我觉得在温哥华 我觉得我仍然有教会 可是我觉得 神就是让我每一年 现在就是要传扬他的福音 因为神给我的恩典 我们都是自费 到处世界各地 不管吃住 连收这个见证 不收奖元费 什么都不收 那我这次就感动 在两个月前 我就和李牧师联络 我就说 不是我跟我的皇帝兄联络 后来皇帝兄就和李牧师联络 那也谢谢他 在这两个月之间 就可以安排出来 在这么多的牧者 大家的可以说是一起帮助 使我能够完成 神要我成就的事 那我而且到了这里 我觉得现在也让我看到 哇在国外幕会 真的是不简单 不像我们在台湾 真的是教会都是几千个人 而且真的是我们很舒服 那尤其我看到李牧师 他在成立了这个 在纽约艺人 可以说是这个 这个团契中心 我就觉得说 可以说是神叫我们 就是互相在主里面 肢体要互相效力 我觉得也谢谢他安排 我也可以来为他 也能够筹募到 他们所需要的经费 其实都是大家的一份心 我觉得今天我成为基督徒 活着就是来荣耀他 就是传扬他的爱 神给我的很多 我也知道我要更给出去 神教导我们 给出去的更多 他必加增 其实在这十几年 我真的经历到 神给予的太多 都是超乎我所求所想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 我真的是很感恩 谢谢 可以说是大家来促成 我也可以到了达拉斯 这也是达拉斯 我好像我以前来 有没有来我忘记了 但是看到这么多的 今天我进到这个教会 我就觉得哇 神与这个教会同在 圣力也同在 所以我觉得今天 这么简短的时间 虽然我还有一些 没有说太多的数算不清 但是总而言之 我觉得今天在这里 可以把我们的神 救赎主是活着 只要我们愿意 你的生命要改变 他可以帮助我们 所以下面我请各位看一下 诗篇二十三篇 我用金句 也是在几年前 小巨蛋邀请我 就爱在四月天 他们邀请我 参加演出 我已经退休二十几年 那个时候神就光照我 他们要我清唱 只要我上去唱一段就好 可是神光照我 你把诗篇二十三篇 你去谱成心去 那个时候我的心 就像大卫一样 六十三篇渴慕神 我在床上纪念 你在夜间的时候思想你 我的心就像饱足的骨髓飞 那个心就是每一天 到现在一样渴慕 那个火是点燃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就选择了 可以说诗篇二十三篇 神为我预备了一位 情诗是大陆来的 神也加预我们一起创作 现在大家听一下 诗篇二十三篇 在小巨蛋 《耶和华是我的木者》 我的服装是新做的 因为已经退休了 然后化妆品借来的 然后头饰也是借来的 《耶和华是我的木者》 《耶和华是我的木者》 我必不知缺乏 我必不知缺乏 他是我 他我在青草地上 屹息 他北门 将近有四十年 在美出戏没有祷告过 这一出戏是我自己加上这个祷告 因为我真的感谢神 祂使我灵魂松心 我们行在神的国度 所以走路 看那种欢喜 你的生命就会完全的改变 又恢复到我们以往 可以实施在儿时的那种 欢乐自由自在 我虽然 幸福思应有的 也不怕 早还 因为地狱 我同在 你的照 你的感动 安慰我 在我的人面前 你为我 摆设一眼 你拥有 你拥有 高了我的 我的 是我的 是我的 我一生一世 必要 恩惠此爱随着我 我却要住在 耶和华的 必处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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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恩 在这里 把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在这里也谢谢主我想今天能在这里 我常常在说 就是为了我们的神得荣耀 我这一生现在就是心祭神得荣耀 也可以说是我已经 归属神 我现在是神的仆人 在这里我谢谢今天啊 可以试试 蔡牧师能让我来到这个教会 在这里 感谢你们 祝福你们 我相信你们跟我是一样 我们都得到神的恩惠恩典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我们非常谢谢啊 这个郭小庄 这个郭姊妹 给我们今天的 这个见证 他个人的见证 给我们的分享啊 我自己是学到了很多啊 就像他刚才引用的 圣经上的经节啊 就是我们都是神的工作啊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啊 那我非常感动就是说 他的一生啊 就是说 其实都是神的工作 可以看得很清楚啊 那么从从小 他虽然还不认识神 他是 实际上说少年富二 这缘是好的啊 所以后来都变成 就是说神要给他的一生命定的 那些那些基础啊 所以啊 神的工作是非常长远的 是一生的啊 我也非常感动说 他就是一天念个七八个小时的圣经 我们知道圣经是 有人说是 神给我们写了一封情书 所以我们 可以说一天神跟他说话 至少七八个小时 所以难怪 所以说他的生命 有这么大的一个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很大的一个 就是 让我们非常羡慕 就是那么一个丰富的一个生命 那么 有人说 其实 很多人不愿意读圣经 可是呢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别人可以读你本书 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见证 所以呢 我觉得今天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都从他的见证里面 都应该学了很多东西 就是 我们也可以自己来反省 我们能够好好来寻求神 真正成为这个神的工作 好 我们大家非常谢谢他 我们请再给他一个口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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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呢 你知道他们